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刚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亮度遮罩好了 两三年前我讲过一个遮罩教学 但我觉得那时候亮度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我这边的话就用一个范例来跟大家稍微 再给他稍微讲更具体一点 就是可能实际操作这样子 好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脸 他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用遮罩显现出来 但是呢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要做这个东西 你可能需要用到三个嘛 三个遮罩 左上中间跟右下 然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在放大的时候 他会压迫到下面的一个空间 对这东西是要怎么做到呢 如果你是用那个就是可能一般的那种遮罩 你可能会弄到快疯掉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用亮度遮罩来示范一下 好那我们马上就直接开始 我们直接叫一个comp 那我这边的话先叫一个固态涂层 那首先的话就是 可能你要做遮罩的东西都先包起来 我先用我这个人来做范例 我里面就是包了一些线 然后可能一些滤镜什么的 你全部包在一起然后再做遮罩 就是会比较简单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开始做遮罩 做遮罩的话 图层都不要选 选这个形状图层 然后呢我们这边压着Shift 拉一个框线 好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这样复制 Ctrl加D复制 那你可以缩小一点 然后呢 这边改成选取工具 放旁边一点 再小一点 然后呢 再Ctrl加D 然后你又可以再复制 再稍微缩小一点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 S叫出来 全部打关键针到这边缩小 来0 然后就这样 好接下来的话 给它设个曲线 好接下来你可以再稍微 往后拉一点 好 我们再创一个白底后 一样Ctrl加Y 放在这三个方块的最底下 然后呢 这样全部选起来 Ctrl Shift加C Recover 好 好啦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 因为我这个是2023年的版本 就是2023之后都是用这个文像 好 那把它拖过去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接下来可以按这个 Alphamate 看这个 LumaMate 好 它就长这样 我想说 怎么跟我想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再按一个Invert OK好 它当然就做出来了 放大一点 那它这个原理的话就是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遮罩 它的亮跟暗的不同 然后来做一个你要的遮罩 主要是看你的创意跟想法 对 这个主要是工具啊 对不对 那真正能够让它有点有价值 是你的想法 好 那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边 还有什么想问的 就底下留言 那我看到就加点拍给教学 OK好 那我是阿康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订阅 译论